黑行涉嫌吸毒 而到底是誰賣毒給他 檢警在昨天晚上 巡憲逮捕到一次賣毒給他 綽號叫做阿咪的藝人 莊文綺盜案 在今天早上九點鐘 已經是移送桃園地檢署 進行復訓了 不過莊文綺 他淡出了演藝圈多年 目前是在基隆市中興社區 當志工 所以有許多的社區民眾 對於他涉入這一次的販毒案 也都感到相當的驚訝 面對記者追問 藝人阿咪不乏一語 戴著棒球帽 用毛巾遮臉 上午九點在檢警的護送下 快速步入桃園地檢署 進行復訓 本名莊文綺的他 信年51歲 最早是擔任正經一助理 曾參與連環炮 天天開心等綜藝節目短劇演出 由於一直沒有走紅 淡出演藝圈多年 定聚在基隆市 當起社區志工 偶爾接零星晚會主持活動 許多社區居民對他涉入販毒案 都相當驚訝 阿咪和賀一航在秀場結束 如今兩人雙雙涉入毒品案件 究竟有多少億人跟阿咪買毒品 監禁還要一一釐清 米新聞陳成煥賴果斌 基隆桃園報導 照顧